这些螃蟹还活着的 给唐妹捡一个 好难啊 给唐妹捡一个 这个是19块9一只 我们没敢多买 小则要吃6只 我说4只够了 我本来说买3只的 结果花了70多 对啊 我跟你讲 我都怀疑这个盆太小了 我告诉你们 还小 看 唐妹来 唐妹来 这里 来 把它丢地上 唐妹不敢进去 直接丢地上 要不要丢地上试一下 别 一会儿跑沙发梯下去了 千万别丢地上 唐妹来 人家敬而远之 唐妹害怕 我们要不要丢鱼缸里面 那些鱼走完了 丢鱼缸里面会把它淹死 好了我嘞 诶 跑出来 那你们不要写开绳子吧 你看 它啥时候跑出来的 它越狱的 你真的跑出来啦 这个 赶紧把它捉回去 来 好几工 你坐这儿来 把这个剥了 啥呀 哦 猫里包子 哈哈哈哈 你在哪里买的猫里包子 我今天早上就在这场买的 哎 交给你的啊 你是为什么让我想到的唐妹 对 唐妹就长得像猫里包子 这么扎手 我看你怎么剥 很简单啊 哈 啊哈 工具你都准备了 哎呀 这不是太简单了 这不就是错误了 这尖嘴钳一下就搞定了 就是我们在家里 如果在外面直接用鞋子 一下就把它 用脚一下就把它掰开了 这板栗怎么现在一个板栗里面这么多啊 我特意挑的最大的 以前我记得我们老家的 一个里面的板栗只有两三半三四的板栗 你那是一个板栗吧 也是恰板栗 这好合人 这里面像五六半 还有好多都是毒的 就一个毛里包子里面只有一个 对 看这个才是正常的 里面只有三半 哇 这个大片 这个毛里包子晒干了之后烧火也把它烧掉 看 这个我今天剥 哇 你剥这么多 对 我要尝一个 新鲜的嫩板栗 因为我今天买了一只鸡 他卖板栗的时候我问他 我说是板栗烧鸡 要用哪一种 有老的有嫩的 你看这一种啊 看到没 他的那个 屁股这里 就还是白色 他说这是嫩的 嫩的清甜一些 你板栗烧鸡的话你就买嫩的 要是吃的话就买老的 这还是嫩的把它剥出来 嫩的其实不甜 最甜的就是把它全部放在骨子里面 知道吗 嗯 放在骨子里面到了冬天 那真是甜的亲人心甜 你们老家板栗多不多 嗯 多 我们那里板栗特别多 七月羊桃 八月炸 九月栗子 笑哈哈 现在是九月了吗 现在每到九月八月十五 那不接近九月了 那这个栗子属于早产了 还不算 我妈到了这个时候啊 就是跟我们院子里面的 每人背一个袋子 就随便去山上剪 一剪剪好多回来 但是我们那是野板栗 没有这么大的剪的都是小板栗 回来把它 放个几天 就那样把板栗给采出来 采出来之后 好多的小板栗 小板栗比较甜一些 每年都有 吃不完这些东西 原来 还有羊桃 那多得很 一到山上去打羊桃 打的就最后放到那个大盆里面 每天去摸两个 每天去摸两个 就挑那种软的泥 后来吃不完都烂掉了 嗯 实际上到后来我才知道 那不叫羊桃 我们老叫它羊桃 其实就是猕猴桃 对 你们那里山大一些 我感觉这些好吃的应该多一些 嗯 是吧 小时候我们这些东西点都不缺 我们家就只有一棵板栗栗 是我爷爷家的 种在我太奶奶的坟旁边 栗子不能分着吃的 不能分着吃的 为啥 就是会掉牙吃吧 会爆牙 哦 会爆牙 哇 这个嫩板栗还是蛮香的啊 但是这不能多吃 要留着做一道菜 今天我们要用板栗来做一道菜 板栗烧鸡 这个狗头像不像个毛鲤包子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嘿嘿嘿 他就用我先来洗鸡子啊 这是我今天早上别人剁好了的 好大一只鸡子 要不要焯水 嗯 不用焯水 你直接把它洗两遍就行了 因为板栗烧鸡相当于是炒鸡 炒鸡的话不用焯水 烧是吧 嗯 那我就要多洗几遍 怎么这个大一只啊 嗯 我说我要烧鸡子 然后呢 买哪一种 他还告诉我买哪一种 我就挑了一个最大的 今天都烧完吗 还是烧一半 都烧了 好多啊 加点盐一起脱洗 加点面粉 我们既然不创作这份面 今天买的这个鸡子还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鸡油比较多 这个黄色的油 鸡油 鸡泡泡鸡写好了 现在我来切点配油 你这个围裙围的实在是太搞笑了 嗯 为啥 太小了 首先是生姜 先把它拍一下 它们又合走了 大蒜就不拍了 大蒜一分为二就行了 青红椒 这个主要是用来配色的 切着菱形格 应该也是一样 再准备两颗小通 打个结 现在开始生灶 我们先把板蜜炒一下 这铁锅洗干净之后 我觉得要把它挂起来 这锅里面有水分的话 它就生锈了 上面都有锈鸡 炒板蜜先倒一点点油 倒一点点油 油没有 这一步呢 这一步呢 绝对是把板蜜炒黄炒香 锅中继续倒油 哎 它没油了 炒一炒还没油了 炒鸡 炒鸡 稍微多来一点 让我们今天鸡比较多 油热热了 已经冒烟了 下入两颗八角茴香 荡一下 下入姜段 来点干辣椒 把姜段炒一下 下鸡 在开始下的时候呢 不要动它 所以急着炒它 让它在锅里面 搞个十秒钟 二十秒钟再炒 现在就给你炒了 小草 我有个快递 你去帮我拿一下 我去拿呀 我刚回来 是煎肉的煎盘 拿回来之后可以煎肉吃 不要 我刚回来累死了 让我妈去吧 你就从一栋那里过去 还可以撸猫多好 不想撸猫多好嘞 你妈是钢铁侠 你妈是金刚不坏之身是吧 对对对 能上天入地下火海是吧 对 都是我干 不过算了 不让他拿吧 那个键盘估计蛮重的 估计十一二斤重 这个鸡肉一直把水炒干 怎么今天这个鸡怎么这么多水啊 我没有添水 你看多少水 哎呀 你来炒鸡子我来把油倒到这个平面去 我要来倒油翁 卖油翁 别倒撒了啊 绝对不会倒撒 这个是个嫩鸡 嫩鸡里面水也好多啊 我炒了半天 反正就是 它的皮微微发黄炒至缩水 就差不多了 现在给它调个色 来点老抽 调完色下入开水 略微的没过鸡块就行了 放入板栗 这个葱结 现在来开始调味 加入盐 还有油 鸡筋 十三香 胡椒粉 以及少许的白糖 提鲜 盖上锅盖 烧十五分钟 趁着焖鸡子的时间 我去把那个快递拿上来了 这是一个铸铁的一个 煎盘 这一面是平的 这一面是这种形状的 热开锅 猪肉啊 什么什么冲洗啊 什么重复两三次啊 十五分钟到了 下入青红椒 下入青红椒 继续炒动 收干水分 颜色好看啊 可以吧 对 红的 绿的 黄的 很好的肥肥肉 好 水分收的差不多了 方胡 好 板栗烧鸡就做好了 看这个颜色美不美丽 美丽 小刀 拿出来 OK来了 我还要撒了 这咋个呢 小刀不小心撒了 哦 我擦一下 中午的馅菜 我炒的馅菜 好像大家都吃不下去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拿出来 小刀今天为啥 围巾打采了 你知不知道他今天在外面玩了一天了 整整一天都在外面 我今天要撒的原因 还是回来的时候 脚感觉一直好疼 你今天在外面跟别人玩啥 玩了很久很久 游戏 今天晚上的晚餐 板栗烧鸡 刚才我尝了一口香得很 这是中午生的一条鱼 跟一个馅菜 好不好吃 小刀累坏了 小刀你吃的时候不要坑好吧 早上9点多我去买菜 他带他出去吃早饭 转头我就去买菜 他把他没送回来 我买菜回来 他就不在家里了 待会儿他在外面玩 哦 后来中午吃饭呢 回来了一下 吃完饭又下去了 然后又回来 然后又下去 一直到天黑一山回来 你老爷浪费了好久 我本来就不糊 我一口上厚了 我本来 来 我喝我喝 我来给你讲 咔咔咔干两个鸡腿 哇 这个鸡子还蛮嫩的 刚才我尝了的 可以 嗯 我今天炒的好香啊 超常发挥 因为我今天全程大火 嗯 对 其实说实在话 嗯 肉类的 东西不焯水好吃一些 有的时候只是觉得 焯一下水 然后把那些浮沫焯出来干净一点 是吧 嗯 啊 可以 这个鸡很有鸡味 鸡味十足 它是连派子都不在用的 来 这个给你 可以 放我碗里 对 这个有个骨头你还能捏得住 吃吧 你啊 反正也可以 很面 嗯 吃个琵琶腿 嗯 这个鸡又嫩又香 应该是个嫩鸡 是个嫩鸡 但是鸡子还 因为我炒 炒的时候半天炒不干 它里面水太多了 嗯 嗯 其实把这这样烧着比剥着好吃一些 剥着的话 因为把你的特殊质感就吃的有点 一茫茫的 这种就把它弄面了 然后又夹杂了一个肉味 但是一次只能吃一个 因为连着吃两个就有点堵人 小龙 你吃的不要可恶好啊 不知道是何生 吃个喉嚨碗子能发出一种声音吗 对 好 以前还没有 小龙 你觉得这个跟肯德鸡的鸡不好吃些 肯德鸡 好奇怪哦 肯德鸡居然比这个鸡还好吃啊 嗯 你爸爸今天是超常发挥 居然还是跟不上肯德鸡的鸡 没办法 来 鸡爪 我知道你还吃鸡爪 这是 武汉 2.5环的啊 房子都已经134了 2.5环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是2.5环 我觉得我们这里恨不得是2.8环 2.9环 一万三四的曾经2.5环 那绝对是2.5环 网上 没人玩一二三四那是个别漏盘吧 反正不管是什么漏盘 你看现在 网上关于这个 房价 下跌的问题 我说这武汉的房价只值四五千块钱 说实话 高于五千的都是虚高 我感觉 你说青山那边又有 有利益是吧 真的假的 真的 冲了好多个小区 明天再等一天 明天晚上继续开酱长会 明天 继续开 对 具体开不开学看明天 我希望明天不开学 我们小子是一声不吭 闷头吃鸡啊 刚才本来是堆着像山一样的鸡 被我们小子 被我们吃的 现在还平平的了 我开始才说 要不就弄饭吃吧 对 你觉得鸡肉多是吧 对 他今天中午没好好吃饭 我特意给他炒的猪肝跟鱼 这都是平时他爱吃的 中午都没有消耗 这会儿饿得受不了 觉得妹妹买的那个树莓啤酒还蛮好喝的呀 树莓啤酒 对我问他在哪卖的 我还买一点 放在家里 偶尔想喝 是不是今天的月亮更圆 对 16的月亮更圆 鸡肝好不好吃 好吃 跟骨肝也一样 给我把这个鸡肝掰下来 我吃吃 你爱不爱吃鸡肝 然后猪或者猪肝是吗 爱吃呀 那爱吃呢 这一盘也是你的 我不想吃 你才是怪 我讨论一些鸡 我想把鸡肝吃完再吃鸡肝 把这一块吃 阿婆 我是10个美丽的吃的 怎么了 干不动了 这一下是吃多了又没力气了 刚才是 饿得没力气了 怎么今天一天都没力气了 你在外面 我在外面 我就一直感觉脚太累 对啊 他真的是整个半分钟挖 我在外面是一直泡 你在外面挖的些啥呢 我在外面挖的都是一些鸡肩运动 这个鸡吃的菜鸣人 是的 就缺这一壶好茶呀 都吃多了啊 这鸡真的很好吃 你想的这么大一只鸡啊 可以鸡火燥 要泡茶喝 所有都是我干的 就这后五块儿的 这也是哎呀 尿死 赶紧再来点茶 太美味了 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大一只鸡子 然后这个剩下一桶两桶三桶 四桶五桶 这个板栗也好吃啊 对啊 好有口感啊 小的你是喜欢吃这种板栗 还是喜欢吃之前的生板栗 再尝尝一颗板栗 好 再尝尝一颗 忘记了是吗 忘记了是吧 忘记了是吧 忘记了味道 我不尝尝 哪个板栗好吃一些 生板栗脆脆的 这个板栗练练的是吧 生板栗 没那个甜味了 没鸡的味道 怎么样 这个鸡跟啃德鸡哪个好吃一些 啃德鸡 还是啃德鸡 好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